怀山不要煮食灯汤 怀山炒沫里做法简单 营养又美味 哈喽大家好我是陈小翠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山药沫里 这个山药小皮啊 尤其会鸣会发羊 可以带一个手套 再用浪压土豆的薄浪刀 把它切成片 不用起来太薄了 最好的山药啊 我们要加到水里面 加一些白醋泡起来 不让它容易氧化 别黑 切一些红萝卜 颜色又好看也好吃 切好了我们把它漂起来 我们把泡好的沫里 加一些面粉 这样能清洗得更干净 沫里一定是吃多少泡多少 挤干净的沫里我们来炒水 接着再下入淮山 开了煮一分钟 就把它捞起来放到冷水里面 把它投凉 接着再起锅烧油 下入木耳淮山 把它炒均匀 加入一些青菜剂 加入一勺盐 烧了一些白糖 还有一些味精 不喜欢的可以不加 把它翻炒均匀 再用一些水淀粉 搁一个薄茄 最后可以淋上一些葱油 它会更香 颜色也更好看 起锅装盘 这道好吃的淮山炒木耳 就做好了 有喜欢的朋友们 记得点赞专发 收藏起来试一下哦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你们的收看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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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